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他是因为反规 反规太多 再看陈磊追身的三分 并队第一阶命中率是8中4的3分之后呢 应该是连着投了5个都没有进 也看出广东队的防守在压力在提高 北京这边防守的重点应该还是布鲁克斯 你觉得连这球防布鲁克斯防得非常好 我们得加击 马布林 北京开局不错 应该保持这种防守的这种势头 另外一个进攻当中尽量去打反击 没有了 真到真击进攻当中一定要耐心 莫里斯应该是四次犯规了 对 我觉得刚才这个球确实没有必要 因为苏尉已经失去重心了 他明显是在向人身上去跳 我觉得这个时候稍微控制一下 不至于去犯这次规 在镜头里边大家可能没有看到 刚才马布林跟小布两个人也是过去友好的拉拉手聊聊天 也是第一节两个人确实拼得比较凶 我觉得第一节马布林主要是要给对方一个信号 对 从气质上要去压倒对方 我们看北京先进攻稍微有点简单 刚才这个长传的快攻确实很犀利 平台这个球防得也不错 不错 陈磊护卫还是不进 也得连着七个三分不进了 投的太多了 这边也是四次犯规了 来找出我们的这两层 连的第一节是三分八中四 第二节呢是四头零重 加上这一节连着三头零重 七个三分不进 会不会引导到他们外线投胆的信心 会 而且真正投的准的人并没出手 李学琳在第二节整个可能出了一次 出了一次 出了一次 离开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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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辛格尔顿的乌龙球 辛格尔顿直接把球山倒自己篮筐里了 现在王世鹏始终还没有获得更多太多的这个远头的机会 一旦让他要找到手感的话就比较麻烦 把不理摆脱啊 这个球王世鹏倒地还是不进啊 现在外线的手感确实是冰凉 这球完全是凭着这个经验 而且广东现在打快攻有一种气势 什么气势就是吓得人快攻快吓得人特别多 大家持球王世鹏啊 这个布鲁克斯包括陈江华 我们都是很大胆去做动作 非常大胆去处理这个处理球 对 周童鹏 周童鹏 我愛你 我愛你 朱燕熙再出手 终于进了 8投不中之后第9次出手终于进了 朱燕熙这个位置打开对北京非常重要 因为4号位他是整个球队的这个轴啊 看这个球地板球 后场球 这个球就双拳难敌四手啊 北京队两个抢一个小步再快 确实也没法控制好这个球权 北京队刚才朱燕熙这个三分像一针强心技一样 又把北京队现在整个的场上的精气词给激活了 再给朱燕熙半截篮 朱邦宇也没有投进篮板球 这球还是被断回来 双方现在打得有点乱 小步再抢头还是没有 北京队反击马布里一记绝尘 现在双方打得有点乱啊 从这几次进攻当中感觉 广东队现在心态真的是起了变化 会非常的焦急 远投不进越不中越投 篮板球强的也不少 但是就是这个优势转化不转化不了得分 现在分差拉开到16分了 回来吹了一个移动掩护就是 扩大的严阻 阻挡犯规 马布里强突到内线分出来 朱燕熙再打 这球进攻当中 这球等于是打到让朱燕熙去突破 这不是他的 等于是打到他的弱项上了 也让他变化了 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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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东队的失误呢还是没有减少 就确实失误还是挺多的 徐哲 跑车 虽然这截止投进两个 但是投的确实挺多的 但出机会北京队还是很自信 广东队又失误 马布丽反击 一打一 打出来 贾小川 得球控制一下节奏 不着急 遭犯规 李春江指导的这个表情 可能比较说明问题 就是他有点无奈了现在 十九分的差距了 北京队云在创造历史的舞台上 是继续高高猛进 广东东管银行请求诞听 广东队这段时间就是好像太着急了 对 他在攻防两端上他解决的都不是很好 那么在进攻当中 大家过多的去远投 而且机会都不是把握的特别的好 那么在防守当中他没有很好的解决 朱燕熙也好 吉哲也好 那么这个远投让北京队重新找回手感 这样的话等于是雪上加霜 自己的快攻又没打出来 漂亮 能做准备完好的 快去 huvat 翘狗 很好 第三届一上来把分差拉开到19分 未免冠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而且广东队这一截又是打了六分钟 犯规又犯满了 又五次犯规了 篮下给赵小川 还是上线挡车 朱燕熙阻挡犯规又把那话题说回来了 就是这段时间又要考验北京队的防守了 因为你这分差已经进攻打得足够好 对 你已经有19分的优势 现在需要做到就是对方的重点人 另外一个防住对方的重点人 另外一个就是防守对方的快攻 这里边要求你防守注意的同时 还要求你进攻不能太简单 对于广东队来讲呢 就是要减少失误 然后在阵地进攻当中 就是能够打得更稳定 更耐心一些 阵地进攻成功也很重要 马尔棚一打二 马尔棚反击 走步 马尔棚有点不干了 这个球 这个球可能 王尔棚认为后面有对方扮人了 而裁判吹的是走步 现场双方是出现了争议 王尔棚打球 希望大家走圈子 我觉得这个球也直接反映了 广东队球员的一个心态 在场上我觉得正常的漏判 是其实是很正常的 更何况在总结当中 那么球员紧张 那么裁判我觉得 这个应该更紧张 对 因为他是比赛的直发者 这样的话你情绪控制不好 会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球队 运签落后20分 好的观众朋友们回到比赛当中 在这个暂停当中的广东队出现了一些情况 他们换了全滑斑 而且呢是把李元宇 周鹏 包括前面一直不打的 任俊飞都换上赏 我们更远相信这个的举措 就是一个犯规 双方确实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其实这样的一场比赛 是全国观众非常期待的 最稳定的未免冠军迎战 本赛季最具人气的 就是强势球队 无论比赛怎么样 我觉得双方球员还是要把这场比赛 在全国观众面前演习成一场精彩的比赛 不要让自己愤怒的这种 心中愤怒的一些情绪 左右了比赛的这种走势 毁掉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觉得这确实是 让大家担心的 对 无论从教练也好 从队员也好 大家现在需要做的 不要只光看了别人 要看看自己 那么你在比赛当中 如何去调剂个人的这个情绪 这样的话 而且会把现场的这个观众的情绪 会挑逗起来 这样的话 能不能让总决赛的比赛 失去了它的意义 对 我还感觉到李春江之导 确实挺生气的 因为他可能对 这场课长比赛的一些判法 确实不太满意 但是 在职业赛场上 我觉得 你首先要保持一种 一个平静的心态 广东队八年七冠啊 我觉得无论面对任何情况 无任何挑战 你要有这种大将风度 毕竟这不是一场比赛 但是北京队的队员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换着拳花斑 而且纯替补 希望他不是在 就是跟较劲 而是可能是对确实主力 包括你的球队状态不满意 当替补上来打一打 每个人吹了双方各一个技术万规 打一打 双方的教练 首先应该先冷静下来 让自己的队员才能冷静下来 这些比赛还剩下最后的四分五十九秒 马尔希望大家带着一个正常的心态 来完成这场比赛 我觉得这时候双方 球员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这个很重要 而且包括场上这个裁判 在判罚的这个尺度 你不能给队员这种启示的这种机会 北队又是转球 小松的反击 22分的差距了 大松的反击 大松的反击 小松的反击 大松的反击 大松的反击 广东都给英华还是换上小布 好了 时日宾罚球两次 请大家保持安静 李学琳两罚两中 小布三分命中 两边的队员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防守动作 队系三分 好 这球是打的宽的远端 又吹技术犯规了 吹了急转防小布的时候技术犯规 我觉得作为北京来说 现在在进攻防守 你不能被对方的人员干扰你 也要打你正常的进攻 我们看现在广东现在这个整个动作比较大 比较硬 那么北京现在处理的病不是很好 你总是在往地上倒去跟裁判去 要打你自己的进攻 那么你要拿住球 要去打对方的弱点 要同样要去准备好比赛 这比赛打到现在 有点没按照 我们大家预期的这个进程在发展 这场比赛 如果这么打的话 就失去才本质的意义了 我觉得最遗憾的是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赛季 这么好的一个总决赛舞台 这么好的一场比赛 这么好的一个球馆 无尔赛这么打 真的很遗憾 好 赶紧小川 这种多次打球机会 请大家保持安静 好球 我能够要出 就像刚才李治导说的 就是广东队现在 他已经进入到非正常战斗状态 那对于北京队来讲 就是现在你能够做到的事情 因为你主场夺战 你就要排除这些干扰 你就按照你正常方式去打 如果你在 所谓的 打这种情绪球的话 但是这场比赛就真的 就是真的不是一场正常的比赛 对 你比赛是为了赢球 你先是领先的一方 而且你大部分领先 就是在整球赛的第一场比赛 如果北京能够顺利拿下 今天这比赛 对于后面系列赛 北京队的这个信息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样的话就不存在 虽然还跟广东有差距 在这个进入总结的次数 和这个经验 但是第一场的过程会 尤其这些年轻队员 很多的信息 这样的话 在后面的比赛 他们会更适应一些 对 对 人俊菲的发展 两发一中 网络队要逐渐把主力调了回来 杏克尔顿和小布 加上董汉林 朱鹏 场上还有任俊菲 而且他在防守上也有一些变化 可能是要夹击 马布里突分 打到外线 朱远希再给马布里 篮板球 好球 这个回合 然后北京队就打得很担心 广东队有盲中出错 小布又一个失误 好 网络两次 这样不要有干扰啊 这两个回合 北京队是进入到正常状态 广东队多少还有点在斗气啊 有些防守动作 确实可能就比较 确实比较大 对 他的这个主力换去一段 另外一个中间 中间有一段 这个替补在打 那么现在上来 主力又着急 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二十多分的这个 劣势 所以他想 想调过来 没那么容易 一下就进入状态 对 还是希望大家一定控制火气 控制动作啊 现在场上还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看着很明显的这个苗头 马布里和朱远熙的等拆 好球 北京队首先找到了自己 就是正常打球的这个方式 他是很明显回到了正轨 他就看广东队能不能做出对应 对 一个是情绪的控制 另外一个节奏的控制 我觉得马布里确实是 他这个赛地不光是个人的进攻啊 他从各个方面给了北京队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帮助 对 在进攻当中 他能够去抓对方的弱点 也就是说在场上 他在组织进攻当中 他会抓自己的强点啊 这样的话 总是让对方在防守当中 对不上位 广东队的队员呢 我们也能理解 劳实远征 而且 就是在这样的重要比赛当中 他们就受到赛程的影响 确实也是有一些 而在比赛当中 可能也会有一种一些 就是漏判啊 误判 这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而呢 作为一个老範冠军来讲 底蕴必须你得体现出来 而且有时候经常大家在说嘛 用别人的错误 愤怒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对 这是其实特别明确 你等于自己跟自己交进 就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毕竟这还有很长的这个一个系列赛啊 每个人啊都一定要 确实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控制好自己的身体 控制好自己的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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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比赛最后的40秒钟 要看马布里这个球被夹击 广东队的反击小布还是要投三分 这个球他有点犹豫 最后两秒马布里突破抛头被盖 上第三届比赛结束 北京金鱼主场88比71领先17分进入第四届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回到现场来关注双方的第四届比赛 我们的鞭头狼队一级进入到